Hello 我是Mini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這款 日本訂的尖嘴錢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我會分兩點來做介紹 第一點就是它比一般的尖嘴錢還要長 你可以看它跟一般的尖嘴錢來比 它長度大概高了10公分有 它是家長型 所以你可以更是用在那種狹長的空間 那第二點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很特別是它有兩個接點 它有兩個交叉處 那這個交叉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一般來講啊 就是我們的尖嘴錢 就只有一個交叉點 那它打最開 需要的寬度是這樣 那它這個打最開 它寬度只要這樣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它 一般的尖嘴錢 它所需要的空間會比較大 然後這款的話 需要的空間會比較小 一樣的寬度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就是一般的話比較寬 所以比較狹少的空間啊 你可能需要用兩隻手去夾東西 那這種尖嘴錢啊 它有一個女生 手這樣子 我一直手握住 就可以輕輕鬆鬆的進行夾東西 其實很方便是 你可以單手作業 其另外一手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它特別的地方 那因為說它是兩個接點的關係 所以不建議就是用這個尖嘴錢去壓減東西 因為它力道的話會比較少 不建議用壓減 壓減的話你可能就是用普通的這樣 力道會比較夠 那這個的話就是比較適合去夾東西 那我等一下會有示範 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差別有多大 一般來說啊 就是普通的這樣尖嘴錢 它有一個字典 那其實用一隻手其實很難去握住夾住 通常要用兩隻手進行操作 把東西進行夾住 所以這樣的話空間會用的太大 不適合插小的空間 那這一款呢 它有兩個字典 所以它其實打開空間你可以看 插很多 這一隻的空間的話我只要單手 我一個女生的手這樣 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就是 使用操作 其實這樣省了不少的空間 並有出兩款就是雙交叉點的尖嘴錢 第一款的話是這種支型的 比較普通一點的支型的尖嘴錢 跟另外這一項這一種 它是有彎45度角的 這邊 都可以去配合你各種不同的工作環境去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它 咬痕其實也蠻深的 不用擔心說會比較咬不住容易黃掉 那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進行TOKYO 我們下次再見 さような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